杨子景百然新剧女心理师获得发行许可证,由40级变更为48级 大家都知道最近杨子因为某些原因,损失了一部已经拍完的大剧青三行 但幸好,杨子还有其他代播剧,且好消息接连不断 继杨子和肖战主演的新剧《余生请多指教》宣布定档之后,杨子合作景百然的新剧《女心理师》也宣布,获得发行许可证了 如图所示,近期电视剧《女心理师》正式拿到发行许可证,也就是观众常说的过审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被案开拍的时候,预计拍摄40级,但如今拍摄结束,由40级变更为48级 变更集数不多,也算是正常范围之内 现在这部剧只要等一个合适的档期,就直接可以定档播出了 《女心理师》也是IP改编的电视剧,而且原著作者还是著名作家毕淑敏 且这部剧的编剧和导演,以及制作班底,都是娱乐圈的一线水准 再加上杨子和景百然一贯的演技口碑,这部剧的整体质量,值得期待 很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不仅男女主杨子和景百然两位实力派 一众配角演员,也是妥妥的实力派大咖 比如倪平老师,比如黄爵和张军宁,比如马苏 还有曾经饰演了成为一代观众童年阴影的至尊红颜徐莹莹的杨童书老师 有如此制作班底和演员阵容,这部剧的期待值完全不用担心 而这部剧拿到发行许可证的消息,也很好的安慰了喜欢杨子的观众和粉丝 毕竟,杨子曾经认真努力拍摄的青三行,已经完全没有了播出的可能 除非重新拍摄或者换脸 但两个方法都成本太高,且效果不好,所以播出的可能性太小 好在杨子的两部新剧《余生请多指教》和《女心理师》都先后有了好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